港島南區的薄芙林 綠樹林蔭、背山棉海、私隱度高 居住環境優越 向來都受到不少高山人士追捧 參考政府最新的統計 薄芙林居民的入息中位數 在全港四百多個分區裡面 排名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住得在這裡可以說是身份的象徵 不過想在薄芙林找深水單位並不簡單 薄芙林一帶主要要提供大面積的住宅為主 最新大型的項目就要數到十年前的貝沙灣 供應向來都是很有限 尤其是四五千呎大面積的陽房更加欠奉 加上這一類的物業以用家為主 所以二手放盤向來相當少 由華木發展的碧麗軒 就為這區帶來九圍的全新供應 項目亦都只是提供二十一貨 包括五貨洋房和十六貨複式單位 實用面積由一千五百到五千八百方尺 匯形由三房一套去到四房四套 預計部分單位可以望到海景 而物業所在的碧麗道 附近的物業普遍都是以低密度發展 適合著重私隱的住客 看一看複式示範單位 看複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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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現場 看複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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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來透過 每一等級單位 看複式單位 分析 看複式單位 大型 看複式單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区环境吸引之余,出入亦相当方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住得在这里,游山换水就当然走不掉 近近地去博富林郊野公园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如果上了西高山观景台的话 更加可以飽覽中环以及南区一带的开阳景致 至于想轻松一些 亦都可以去到鄰近的数码港海滨公园 可以在草地野餐,吹吹吹海风享受一下家庭乐 相当捨异 而南区的高级私人会所更多 想駕駛游艇出海玩一下 亦或玩其他运动都无难度 从而未够,駕駛10分钟车就可以去到海洋公园 玩一下机动游戏或者去探一探寻物都可以 至于日常救命方面 去到就近的数码港商场就可以满足日常的生活所需 想有更多选择,亦都可以去到香港仔中心一带 至于家常关心的校网 博富林可以说是武德书、云集顶尖优质的学校 这一带名校临立,国际和私立的学校的选择众多 包括英姬旗下的西岛中学、坚尼地小学 以及宏立书院 而资助中学、胜心书院 亦都受不少家长的喜爱 至于直知名校方面 聖保罗男女附属小学 亦都受到不少家长的追捧 还有香港大学医学院 由项目走五分钟就可以去到 东岸记者 中西文报导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